师尊看每一个众生,都是一样的,都是有佛性的,将来都要采佛, 每一个都要采佛,所以师尊是以平等心试众生的。 所以有一些人啊,他诽谤师尊啊,或者写文章啊,或者怎么样的诽谤,师尊还是很尊敬他们。 为什么尊敬他们?因为他是在教我们啊,他是在教我们忍辱啊, 他是教我们学习忍辱啊,我们有错了就应该改,没有错也要反省。 他是来教我们忍辱的,所以你说人家写文章批评师尊啊,攻击师尊啊,师尊都可以了, 不会不想你,不会说好,是说给他再讲回气不一样的回忆来。 那是教我们整理的时候,就是他来教我。 他们会让我们道心更加的健康,更加的要精进去继续。 六祖说,这个平,这样子的平等,陛下的心才是功能。 在显现在外面呢,是合以理的。 合以理呢,这个理呢,是那个理的理。 合以理,是一种德心,是一种德,是一种德,是一种德。 武器是一种德心的,是一种德心的。 心、体、理念似的。 心情就很深了。 心、体、理念似的。 要知道什么是心, 你先要知道, 你要参悟什么是心, 你就知道了什么是心。 为什么会没有念头呢? 理念就是无念。 无念是德。 有念头就有参差, 就有上下参差, 就会产生念头。 你无念就是德。 为什么会不是德呢? 什么无念? 每一个人都有念头, 为什么会无念? 这个叫做无念。 你有念头, 但是你把你这个念头当成没有念头, 你就是说你有烦恼, 你把所有的烦恼当成没有烦恼, 这个就是德。 你认为你认为这些烦恼。 你认为这些烦恼是烦恼。 这些烦恼是烦恼。 这些烦恼。 你认为这些烦恼是烦恼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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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烦恼就是烦恼是烦恼。 你应用了佛性, 应用了佛性就不会有烦。 那个就是德。 你如果去找功德法身,但依此做,就是真功德。 如果你去找功德法身,你只要依照六祖所讲的这样子去做,就是真正的功德。 功德法身是什么呢?功德法身就是佛性,这里讲的就是佛性论,完全是以佛性当基础。 只有佛性是功德,其他一切都是福报,不是功德。 我们今天学佛,我们今天学佛,是要见证佛性,看见佛性,见证佛性。 找到你严然的佛性,就是真正在证佛。 你如果学佛的时候啊,好啊,我多做善事啊,多做善事啊,基督教也会。 这个伊斯兰教也会。 这个伊斯兰教也会。 任何个宗教都叫人行善。 那么行善我们称为人天福报。 人天福报是福报。 你只有看见佛性,见证佛性,才叫功德。 你从来没有什么,从来的所有的烦恼,你统统都不放在你的心中,就变成没有办法。 你从来的念头,都不放在你的佛性里面。这样子就是真正的功德。 这样子应用啊,就没有什么污染。 六子是这样子讲的。 我是依照他六子的这个字啊,这样子去讲的。 这个,我们做一个佛弟子。 不是叫你们不要做善事,千万不要误会。 千万不要误会这件事情。 我们学佛,是重点是在看见佛性,跟见证佛性,跟利用佛性。 重点是在这里。 但是,你在人天方面来讲,你也要多做善事。 要多做善事。 想见识庙啊,灾政啊,虽然没有功德,但是也有人天方。 所以佛就讲,用时间,你做一个人,你本身来讲起来, 你也要做人天福报的事情。 人天福报的事情,能够让你弘扬佛法,能够让你追求佛性, 看见佛性,见证佛性,应用佛性。 这个六子,在这一段里面讲的。 看见佛性,见证佛性,能应用佛性。 那我今天讲的也是一样。 我希望大家在这个资粮方面来讲起来。 资粮,就是像我们今天做父母,很多人求资粮。 大卫的金刚,是给大家的增加福利。 你的福分跟你的利益都要增加。 还要增加你的智慧。 他还要超度幽民众生,往生亲近的佛活。 他还要用他的威力,致力大家的疾病。 他还希望我们每一个人,每一个人,我们生活中的会, 他跟所有的人士都能够敬爱严满。 大卫德金刚,Yamataka,又要平伏我们所有众生种种的灾难和恶运统给他弃止。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父母的福报。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父母的福报的福报。 所以我们也要做福报的事情, 我们也要做。 我们出事就是要看见佛性, 见证佛性,应用佛性。 欧玛丽贤弥昂。 所以我们也要做福报的福报的福报的福报。 我们在此以来的掌声感谢您的福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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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们也要做福报的福报的福报的福报。 我们也要做福报的福报的福报的福报。